大嫂 子汉自从当上总经理 就聘了好几个 他在外地胡混时交的朋友 还说什么网上智囊团 还要给人发高工资 每逢过年过节 必须送厚礼 到现在这几位神人是谁 我一个都没见过 大嫂 这还不算什么呢 人家最近又拨出去几十万善款 非要在那个游泳馆附近 你见个过节天巧 你这不开玩笑吗 妈 这个怎么了 那个每年拨出善款做善事 这是我爸生前的遗嘱啊 什么善事 那不纯属犯傻吗 大哥在世的事 我就劝过他很多次 但大哥不听我 那没办法 谁啊 他是我大哥 但我没想到 这子汉当上总经理也这样 大嫂 我说的他还不听 您给评评理 阿玲 花钱做善事也不算什么错 这不算什么错 好好好 不算错 不算 他最近又跟人合作建成 一下子闭圈了 那个小处 小处 那个小处 小处小处 水铺了 子汉 你还在跟梁城长合作伴长 没有啊 这怎么可能啊 您不问呢我还真忘了 就是我和地豪公司 合作建了一个小的那个服装厂 这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啊 哦 可能 就是前几天的事 谁让你办得差 这个是我们 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经过调研的 我小说也在场啊 对吧 都知道 妈 您说 我是总经理啊 对吗 我 我这些小事 有的还都报给您呢 我这点权力还没有啊 权力 你忘了 你曾经拿了那么多钱 到外面去闯荡 结果怎么样 血本无归 儿子 人不怕走错路 就怕错了也不回头 是 是 难怪你爸说了 不知道你的心有多大 好 好 你有权力做任何事是不是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哎 妈 哎呀 妈 你 你 你 对 我让吴秘书给你倒杯茶 吴秘书快给他来杯浓茶 压压惊 给退股不给退股 也不是他旺盛公司一方面说了算的呀 他就是走法律程序也走不过去 嗯 您要是不退股的话 当然也可以 不过后面是什么情况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还真不好说 所以黄总 这事儿 您得好好地斟酌斟酌 对 哦 对了 您那个 劳务纠纷的案子呀 主要还是 证据欠充分 所以 败诉的可能性很大 是的 您看 好的 那我等您消息 嗯 就这样 郑律师啊 旺盛公司 现在是不是全烂套了 啊 量身厂 渐入佳境 旺盛公司 必定内忧外患 郑律师 你真厉害 一出手 就让旺盛公司陷入困境了 其实啊 我也不是针对 旺盛公司 我是为了帮量身厂 但是呢 他们又是一对死冤家 帮了这个 那个 必定会受到冲击 可是 你也是帮我了呀 哎呀 周律师 我要有你这个能耐 我肯定就把旺盛公司 别说了 你一定行 就相信自己 哎 陆丹彤的办公室 收拾得怎么样了 收拾好了 你要不要检查一下 不用 你办事我放心 那 周律师 那我就先走了 嗯 哎 对了 许道 嗯 良辰大鹏的摊位 马上就要预售了 你预定一个 赚党会很大 好好的发展自己 只有自己强大了 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不对 对 哎 那个新的大鹏定个摊位得多少钱 比亚东商城的商铺便宜多了 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 周律师 谢谢你 谢谢 他大口 来 妈妈我吃饱了 吃饱了 那自己去画画吧 嗯 嗯 徐涛 徐涛你到底吃不吃饭呀 一会儿饭菜都凉了 吃啊 那一天早上晚归的忙什么呢 周律师那会儿有点事 嗯 夏姐 嗯 你听说了吗 望胜公司现在全卵套了 嗯 亚东商城这么一停建 原来入股的那些股东 还有那些购买商铺的商户 都要求退股退钱呢 活该 他们望胜公司老想着怎么坑别人 坑别人发财 这回让他们也尝尝被坑的滋味 嗯 夏姐 咱们什么时候 上梁城去看看大烹摊位吧 嗯 对了 你没事的时候也跟我 去听听周律师的讲座 她讲得可好了 你去吧 我还有别的事 那我回来跟你讲讲 大嫂 大嫂您怎么来了 我找你有事 大嫂你进来坐吧 算了 我不坐了 我待不住 大嫂我刚听说公司出事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个子汉 真是的 可是 不是政府要停建商城吗 这关子汉什么事啊 我要知道就好了 叫你回公司你就是不回 我在公司里连个眼睛耳朵都没有 我也不能天天在公司盯着她 也就是说明天能拿出三百万 那这五百万货款 十天以后能到 就这八百万了 这就是咱们全部的流动资金 再过半个多月吧 咱们就该向银行交贷款利息了 还必须拿出一部分预留资金来 商铺预付款呢 这 我就说嘛 这不两千万吗 你看 除了给拆迁办的这一点 这不都在银行里吗 好好好 明天咱们赶快跟银行联系 如果不能够提现的话 想办法转账 总经理这这事不好说这事 什么不好说 您您还是让汪副总亲自给您说吧 什么意思 我在问您呢 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听汪副总对我说 汪副总把这笔钱 借给熟人公司进货了 月息是一分的高利 什么 他说 他说这些钱在银行里存的利息太低 把它借出去两个月 就可以赚二三十万的利钱 他以前就这么做过 他还说 他说这事给您打个招呼 我们找他要您的签字 他火了 他说 我一个当叔叔的 连这点小事都做不了主 胡说八道 财务制度干什么的 没有我的同意 谁敢擅自挪用公款 你为什么之前不找我请善 为什么之后不找我怀抱 王毅良 你给我立刻来公司 要看他 梅国家怎么做? 你必须灯帘 你怎么办? 我把银行的 需要一顿 你不能够 你不能够 你渡我们的 这是一个 你在这边 我给你 把银行的 我认为那是他应得的报仇 人们应该感谢他救了灾民 可是他却差点被枪毙 原因是他犯了偷鸡捣靶 后来他没有被枪毙 但却被偷鸡捣靶的阴影 折磨而死 好在1997年刑法修订中 删除了经济犯罪中的偷鸡捣靶 但是我认为 偷鸡捣靶行政处罚再刑条例 也应该及时废止 因为一部整体已经不合理 却仍然保持效力的 行政法规的存在 是在伤害法治的尊严 也会酿成法治苦 我们作为律师 有责任做一些健全 和修正法律的事情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 下课 我说你什么时候来了 来一会儿一直在后边坐着 刚才你说你爸的事啊 我这心里头有点堵得 那个时候这事多了 时代造成的 不去想他了 我始终认为我爸是农副产品市场化的先驱 就是时代对他太不公平了 没错 不用多 晚十年他准是一个出色的农民企业家 陆叔 你那个事进展得怎么样 拆迁的事都理清了 图纸他们也批了 接下来我想 接下来就要加强广告宣传 马上启动大鹏商铺预售程序 另一方面 建筑公车队进驻 你现在有事没事 咱们找个茶楼好好聊聊 不了 陆叔 改天嘛 我还约了小彤看些事情 这个事重要 您必须把这件事解释清楚 我说什么清楚 这笔钱我转借给其他公司了 两个月后连本带利归还 谁允许您这么做 您这么做是私自挪用公司的巨款 中饱私囊 我就是挪用公款 中饱私囊了 你能罚我怎么样 我是公司副总 再说了 当年我跟你爸打天下的时候 你在哪儿呢 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 更何况这笔款子也没到期 我也没撞到自己腰包里 你怎么能这么狂妄 这么霸道 这么自私自利啊 好 我问你 旺盛到今天 被人逼得退款退股 是我狂妄霸道自私自利造成的吗 我的责任我来付 你的责任你必须自己承担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三天之内 你必须把这些借出去的巨款 给我追回来 保证三天之后给商户们退款 不可能 借出去的钱 期限是两个月 如果提前还款 至少要赔成几十万的损失费 即便是这样 也不可能三天内追回 我不管你损失多少 你追不回这些款子 我彻底不等经理的值 你如果给公司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让法院起诉你 你 我要是没有这金刚钻 我就不拦着刺激活 您还真别瞎我 你赶快撤我这 到法院起诉我 有本事你把我开除王氏家族 我算你小的有种 走 走了 父亲我进去坐了吗 太晚了吧 小彤 我想问你一句话 不会是催我上班的事吧 咱们两人的事情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现在说这事 是不是有点早啊 小彤 你从英国回来 都快一年了 这期间 无论我们误会生气 都没有放弃对方 现在 我们之间的障碍不存在了 再说 奶奶和陆叔他们 希望我们早点结婚 年龄也不小了 雅全 你对我好我知道 这么多年 你对奶奶 对我们家的关照 我全都记在心里 这段时间良辰公司 忙着拆迁的事情 也是你跑前跑后的 积极地给我爸做思想工作 这些我都非常感激你 那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可是 可是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你 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有的时候还让我觉得 挺陌生的 有时候 我甚至常常问自己 是不是因为我变了 问得好 答案是 答案是 你变了 小偷 你现在学历高见识过 而我 还是原来的那个雅全 但是我心里迷了 在你眼里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师哥了 我配不上你对不对 这一年当中 我们好好地交流过情感 交流过思想过 要是换上过去的我 我早就跟你分手了 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很自信 因为我不甘心 被一个错误的认识打败 我不忍心离开你 所以 我今天 仍然要问你一句话 小偷 我们还能继续吗 你还能像原来那样 坦诚地对我说出心里话 我 其实在米丽 说出那件事情的真相之前 我就已经努力地 消除我们之间的芥蒂 毕竟我们已经有 这么多年的感情 可是 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每一次的接触 每一次的谈话过后 我都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又拉大了 最强烈的感受就是 我觉得你 你变得咄咄逼人 而且 还变得让我看不透了 因为我是个律师 你 你是不是说 手机的事情 还是我对汪子安的态度 不 都不是 我这是一种 对你的整体的感觉 女人嘛 就靠感觉活着 晓彤 你能不能 用你的心 真正地体会我 我觉得 我们两个还能不能在一起 是否还能走下去 我没办法给你答案 我想 我们各自都应该好好地考虑一下 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 一边交往 一边想 这样有便于我们 进一步地了解 你先到我的事务所工作 我们先不谈感情行吗 既然走出这一步 我就不能回头了 我也不希望 再给我们之间 造成新的伤害 我必须要好好想清楚 那好吧 我等待你的判决 再见 再见 水 谁 沈儿啊 沈儿 我怎么叫得这么别扭 别扭也得叫 公司的事都知道了 真是啊 乌漏偏逢连阴雨 我没想到王爷良担子这么大 私自转接这么多钱出去 到时候这些商户来追讨预定款的话 那怎么办呢 这是怪我 我一直拿他当叔叔 处处都敬他 容让他 从来不敢像其他员工一样严格要求 虽然他出了这么大的祸 可是必然 子汉 王爷良这个人的品性你早就知道 你爸在世的时候 他经常搞一些小动作 他这个人不能给他足够大的空间 好啊 好啊 既然这样 这次如果他再不悔改 我真的念不了什么情分 只能共事共办 子汉 去差遣指挥部单方面终止协议 停建亚东商城 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吗 能有什么办法呀 讲道理 讲道理不行 起诉他们 我咨询了很多专家 包括网上的法律顾问 咱们当初和拆迁指挥部签订的那个 承建协议 确实具有一定的行政效率 但是不具备不可更改的法律项目 区政府 南三条管委会 咱们和他们打官司吗 咱们可是一家人 屋里都有不大合适了 那就告良真长 要不是他们修建临时大棚 区里也不会改变协议 停建亚东商城吗 在整个这件事情中 人家良真长 没有和咱们有任何的证明冲突 还有周亚全 他那个律师事务所 各种法律手续 无懈可击 咱凭什么和人打官司 咱们再向上反应 这样做耗时费力 最后呢 就是拖垮我们自己 人家良辰厂的职工是一虎百云 咱们这些股东商户 怎么可能放下手里的生意 跟着咱们下胡闹 这样你这么说 咱们没有办法了 来 来 来 走一个 走 来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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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真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这不过就是没有跟他说 他能把我怎么样 对不对 对 说实话兄弟 我不是不想忠心耿耿地 保我的侄子嫁 是他实在是不争气 太不成绩了 真的 你说 拿着公司的钱 那可都是汪家的 在外的胡造乱造的 我这是实在看不下去了 所以兄弟 咱得跟他斗 咱得跟他闹啊对不对 咱不能让他就这样一个人说了算 那不行 说得对 以后您说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办 副总 只要您一声号声让往哪儿冲 我们就往哪儿冲 好 我就听这句话呢 来 来 什么也不说了啊 都在酒里 干 干 来 来 来 我们率先兴建雅东商城 绝对符合南三条 升级改造的大趋势 符合他发展的长远利益 而周雅全这个大鹏方案 只利益良辰一方 只对南三条短期的税收有利 其他呢 只有破坏作用 这完全属于暗示计划 根本见不到阳光啊 所以我们现在怕什么呢 我们只要理直气壮 利用媒体 利用社会舆论 迫使他改变他的计划 子汉这个思路好啊 思路好没有用 我现在需要的 是得力的执行力 摄子汉 你是应该在公司多培养一些 能帮得上你的年轻人 不能让孟一良再这么没所欲为了 所以 我下面要说的就是这件事 回来吧 回公司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什么都明白 我什么都懂 我知道我的困难出在什么地方 但是我现在手被绑住了 我的腿瘫痪了 我在财务上 一定要有人把关 你回来帮帮我 夏主任 你舅舅往上了 我回来 我回来 奶奶 哎 起来啦 哦 好 乃 我回来 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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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乃 乃 乃 救 救 救 妈 我连功带呢 这 这见鬼了 去哪儿了 这 上哪儿找鬼去 那不在树上挂着呢吗 我平时不挂那儿啊 我 我从来不往那儿挂着呀 都在那边挂着呢 你个小丫头垫子 你 你给我开门 小丫头垫子 你开门 开门 小丫头垫子 你别说还唱得挺有味的 那是 天天都这一出 歌谁谁都会了 亚东商城突然停建 咱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商户要求退款 股东要求退股 公司现在压力很大 但是我想说的是呢 困难再大压力再重 也没有办法多 只要咱们齐心协力 只要咱们坚持忍耐 现在的难关会变成跳板 将来公司会谈得更高 在这一段特殊的日子里啊 我希望大家协助公司 做好股东和商户的工作 多做解释 一定要讲道理 好话赢得三春奶 不可以和他们争吵 我说句夸张点的话 打不许还手 骂不许还口 但是我一点没夸张 一定要做到 任何人不许激化矛盾 另外一方面呢 咱们得着手尽快和有关部门 进行交涉 为商户为股东 争取最大化的利益 保证他们免受损失 少受损失 下边我宣布一件高兴的事啊 为了加强咱们办公室的管理 还有财务部门的管理呢 从今天起 夏晓如女士 重新回咱们公司了 出任办公室主任和财务总监 大家是不是欢迎一下 谢谢大家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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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真资 我是错 好 这不是下大美女吗 没想到这么快就沉不住气 又杀回公司了 不会是想我了吧 你有什么事吗 你别忘了 咱们俩离婚的时候 你怎么答应我 你永远不能回旺盛公司任职 没错 但是那个约定并没有限定在你 祸害公司的时候 我还袖手宽冠 我怎么祸害公司 我对公司忠心耿耿 忠心耿耿 好 我今天收拾好一切 就准备开始清查公司的账目 没有祸害最好 没有祸害的话 我可以马上离开 好 算你狠 你以为你是谁 从前你为了大哥你对付我 现在为了汪子汉你还对付我 有你这样当老婆的吗 好 你查 你查 我看你查出问题 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去掉 你等等 什么事 我跟你聊聊常理的事 常理你就不要管了嘛 雅全不是要你到他律师事务所上班吗 收拾一下赶紧过去 就是 这以后我能天天在一起的多好啊 对 爸 你真的要见大鹏啊 你好好想想 见大鹏这件事 我认为 就是一个劳民伤财 又浪费资源的事 我倒是觉得 是便利群众 物昧价廉的事 要不这样你坐这 我跟你分析分析 不用分析 爸理解你的心情 你是不是想让爸还是建厂啊 三年 给爸三年的时间 爸还能给你 断一个厂的钱回来 甚至于 两个工厂的钱回来 你信不信 爸 豪迪公司跟咱们合作办厂的 那个可清新报告 你到底看了没有啊 研究了没有 还研究它干什么呀 你好好看看吧 你肯定会同意的 那个才是咱们 未来的发展趋势 你现在建了大鹏 早晚得后悔 这个 会让你以后失去更多的 我失去什么呀 我失去 现在大鹏马上就要建了 说那还有什么用啊 我再跟你说一句啊 以后 少跟那个汪子汉来往 母厂 老教满足 来来来来 好好看好了 好了好的 这个就把性命 拥号码一定遥好 可吃烧区味 来来来来 好好看好了啊 保证满足大家的心情 不着急不着急啊 好好看一看啊 还好对 还好对 还好对啊 不着急 一定能满足大家的啊 好好看一看啊 不着急啊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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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快点 不着急啊 这儿呢 这儿呢 那都抢着了 不着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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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好嘞 这个就把兴里的 电话号码已经留好 红头子 你看了吧 他这个雅东商城 一个库位是几十万 人家这儿只 才两三万块钱啊 你面具和地状不一样 当然价钱不一样啊 你管他什么面具不一样 他挣钱 挣钱就行了吧 你当家听你的听你的 那你说怎么办 我告诉你 再过两天 他再不给我钱 小心老娘撒提心去 走吧 行了 哎 雷靖儿 你看看这个 美景大鹏平民商城 我都不是夸雅全这小 聪明至极 就这八个字 一下子 把咱们大鹏的性质 男三条的特色 全都说出来 就凭周律师这八个字啊 就值几十万的广告创业费 你要也不给他 那是啊 人都知道 他是你陆总的成龙快婿啊 啊 以后挣了钱 那还不都是他的 他想的美 我且活着呢 亲爱的佟 你好吗 最近怎么也没有你的消息 上次我跟你说的研究项目 我希望你能考虑 你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把博士学位读完 请尽快地给我回复 喂 米莉亚 现在 好 小偷 米莉呢 坐下说吧 是这样 早上一上班 陆叔就给我打电话 说很担心你 让我跟你聊聊 我怕你不理我 就约了米莉 我爸还担心我 我还担心她呢 我还担心她呢 小偷 你不理我 就约了米莉 你是不是对临建大棚 又抵触情绪啊 认为 那是农村的低档建筑 怎么能拿到城市中心来呢 我不知道 你看没看过 新型大棚的设计图和效果图 那可是我 请专业人士设计的 新型大棚的外观 那相当地漂亮时尚 用的全部都是 新型的材料 内部呢分上下两层 还可以通轨或月 完全是现代化的设置 要不怎么能叫新型大棚 那我问问你 你这个新型大棚 能用多长时间 两年没问题 这么精心设计的一个大棚 用两年就得拆掉 你不觉得这是资源浪费吗 可它能达到百分之二百 甚至更高的回报 怎么能叫可惜呢 对 现在在我们良辰厂面临拆迁的时候 你提出这么一个点子 的确很有诱惑力 因为它让良辰厂看到了 短期利益的最大化 小董 你说得太对了 这的确是一个完美的策划案 不 我觉得这是一个魔鬼策划 对吧 因为它完全和南三条的升级改造 背道而驰 而且从长远来看 绝对是毕大于利 这点你比我更清楚 为什么你还要坚持做下去呢 那要看利在谁 毕又在谁 你可以替旺盛公司说话 但是你不能不想想你父亲的处境吧 好 我们可以不见大帮 但是良辰厂该何去何从呢 让他再去和旺盛公司合作 我相信 你也不会再上第二次到吗 子涵 汪 汪毅良那一千二百万 已经追回来三百万 加上公司现在有流动资金 差不多也是三百万 目前有六百万可以对付一下称呼 六百万 背谁车薪呢 还得想别的办法 我知道 所以 你 你还得催汪毅良赶快追款回来 那我先回去了 辛苦 刘总 您怎么有时间来啊 喝点茶 谢谢 不必了 这次来呢 主要是跟你谈一谈对谷的事 我说你怎么还替王子汉说话 你想不想过她是怎么对待你呢 我告诉你这个跟王子汉没有任何关系 就算没有旺盛公司 我们一样会跟其他公司合作办厂 办厂办厂 办厂 你就知道办厂你还知道什么 你们俩能不吵吗 这么大事 注意点文明不行 现在只有办厂 才能把我爸给拉回来 省得他在什么临时大棚上浪费时间 你看问题的角度 能不能变化一下 你的眼光能不能深远一些 梁城公司是谁的 现在是你父亲的 将来就是你的 实现梁城公司利益的最大化 实际上就是实现你利益的最大化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把陆叔当成亲生父亲一样看待 才会这样为你们着想 要是我亲生父亲在世的话 凭他的指 凭他的前瞻性眼光 我敢说 男三条无人能敌 你 我永远从这里走过 我永远从里面 我永远从这里走过 过来 你 你 我永远从里面 认识得 让双脚认识一目坎坷 你放水土脚下扎根 彼此的心就是最暖的一朵 牵手一起走 青年写出了五花锅 牵手牵手一起走 我好把我天使的恋恨 牵手一起走 好把我天使的恋恨 任何年轻松